我有很多AI的想法,但我不懂寫曲 要在不同的平台上寫 prompt 然后找工具将将了的东西砌在一起 整个过程,很浪费时间,很痛苦 你有没有这样的烦恼? 如果有一个工具,可以不用寫曲 就可以将你将了的东西合买,变成你的制成品 那么,你会怎么用这个工具? 大家好,欢迎收看NITIA,我是Anita 随着越来越多多媒体生成器的诞生 现在越来越多人会用AI去将他们写平台的post 但很多时候,要先将图和字 再copy去另一个平台,将它们砌在一起 就算强于GPT,都不能一步到位 将一张有图有字的照片做你的post 其实,如果你会写曲的话,要做到这件事并不难 不过,如果你是没有曲的定底的 又或者觉得要这样写曲,很麻烦 那么,今天介绍的这个平台就应该会帮你了 今天,我会和大家一起来看看Glyph这个平台 还会教大家怎样一步步地做到我这张今日天气的图 不要浪费时间了,现在立即开始 Glyph是一个可以给大家砌workflow的平台 砌完的workflow,还可以publish出来给大家用 我们现在来看看其他人做了什么 首先,我们是Glyph的网站 看下去 很多人做了不同的show case 通常人都是用来做meme图多的 也有些Gentle的Glyph 我们拿些东西来玩一下 不如试试试试图吧 这个好像可以把所有东西变成漫画的 我们拿来玩一下,好吗? 试试试 旁边这里,你会看到Glyph里面不同的workflow 你当作是步骤 你会看到,这个简单的东西 其实它也做了很多步骤 它还用了comfy UI 不过,出来了 嗯 嗯 我这么丑样吗? 不过也是OK的 还挺有趣 如果玩完俩的Glyph 如果你比如说下载了自己的照片 你不用被人看到的话 可以在这里 拿在这里 這裡有一個點點點 刪除它 這樣就不會被人看到了 再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好玩的 不如試一下MEME圖吧 我最喜歡玩這個 What topic 為什麼一個不是兩句 它幫我jam嗎 先試一下 好 它幫我jam 第二個 這個也挺有趣 它除了 剛才的jam 和flow之外 它還有一些 utility 是大家可以將它夾起來 自己待會再建立的Glyph 例如有些生成圖 或者有些background replacement 讓你放在自己的Glyph上做其中一個步驟 有很多影片都有 有很多東西玩 至於Glyph是不是免費用的呢 它如何收費呢 我們可以去FAQ看看 首先它是免費用的 亦都有一些特別的Paid plan 但還未出的 那 Rate limit 就200個runs per day 但是它那個run的計法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我剛才明明只是玩了兩次 但是它就扣了我三個 我又不太知道它到底怎麼計算了 但是剛才那些又不是真的說 一個step就計算一個run 所以它到底是exactly怎麼計算呢 這個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想200個run是大家都夠玩的 好啦 玩了一些其他人做的東西 現在就來看看怎樣做我這個今天天氣的圖 好 首先按build 我們會開了一個新的Glyph 這裡我們就把名字 然後下面就可以開始介紹我們的一些 它這個叫做block 咳 但我剛才就叫step 一樣的而已 事頁上的東西 不如我們看看它有什麼不同的block的類型 首先它可以讓你進入一些users的input 有字 圖 有一些picker 然後有AI 有什麼AI的generator可以做呢 它可以打開LM 不如我們先看看LM LM裡面一開 它只有promp 但它記得打開advance 多很多東西 首先有model 由LM3到cloth 去到GPT GPT4O都有 Gemini 還有mistro 基本上大部分大家常用的都有 它也有system prompt 給你一個位置 另外下一個我們再看看image generator image generator 也是給它promp 然後這個model 它現在支援有sdxl daw e3 以及controllism 我想大家都應該用頭兩個 最後就是image to text image to text 的意思就是你給它一張圖 然後它可以告訴你 這張圖的promp應該是怎樣 這裡有幾個model 我自己用開就是blip 其他我都沒有試過 但是 大家也可以玩 這個我覺得比較少用 再看下去 它還有一些小工具 例如是text combiner 幫你把不同的字串 這個有什麼用 我會 示範給大家的 然後有一個json extractor 這個就是 如果大家召喚API的話 很有機會在API上要拿某些 字眼出來 這個稍後我都會教大家怎樣用 Styling 這個基本上都是 你最後會出來的output 最後它有兩個option 可以出html 又或者是canvas Canvas就是基本上你當作有個畫板給你draw 如果你純粹是想出一張圖的話canvas就足夠了 HTML反而需要 多一點你對HTML的一些認知 可能未必每個人都會用 再下去 Glyph block 就是其他人做的Glyph 例如剛才我們見過的 Background Replacer 那些都可以放進你的Glyph 然後有一個webfactor webfactor就是我今天會用的 就是上去一些API 去採取一些資料 另外最後就是comfyUI comfyUI這個我想比較複雜一點 我這裡也不多說了 那不如跟大家看看 我做了的今天天氣 到底每一個步驟是怎樣 首先因為我上幅圖可以 Display 日期 所以我做了兩個input box 一個是月份 一個是日期 就讓用者進入 這個純粹是出自用的 所以我這裡有兩個input 一個就是月份 我改了它的名字 Month 第二個是日期 我改了它做Date 之後我就要開始取得資料了 首先我會去政府的一線通 那裏去拿天氣的資料 我首先拿了一份 就是當下這一刻的天氣的一個API 那我就把API就copy了下來 然後呢 我用回GET 因為它就這樣在搜尋 已經找到的一條API 然後它回下來是一些字 所以選擇Text 之後Json Pathfinder 不用理會它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在這個位置 按一個 按一個play 它就會走的了 你會看到這裡會有它那個result 你可以看到 一條API的response 是一個Json 之後第二條API 我會拿一個 叫做 Forecast 即是天氣預告的一條API 跟剛才一樣 都是在搜尋找到的 所以都是GET 大家也可以看到 結果 是這樣的 之後呢 我會叫 GPT 去幫我把這兩個API的result 去做一個 summary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的prong呢 首先有一個current 就是拿我剛才web1 你如果做的時候 直接按這個就可以拿到的 web1 還有第二個就是 Forecast 就是來自web2的note 然後我想它 不要太死板 也都不要太creative 所以這個就教在中間就可以了 之後我這麼簡單的東西 用GPT 3.5都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做一些複雜的東西 那可能用4o 但是我就會有個system from 我就會說你是一個 professional的 weather data analyst 我會給currence 和forecast的weather data 你 in json format 叫它 summarize 天氣的預告 with 一至兩個sentence 記住提醒它用 Hong Kong Cantonese 剩下一個就已經可以了 它已經可以做到 之後我還想它再加多一張圖 我會用到 剛才的door e3的步驟 但是 如果我就這樣把這一段 放到door e3 應該就加不到我理想中的圖 因為我理想中的圖 是想它給一些穿搭建議給我 所以我會用多一個lm的note 跟剛才那個差不多 我會叫它 Describe a female outfit suggestion Including top bottom accessories etc 然後它就會給了一個prong給我 之後再下去 我就將這個prong 放到我那個door e3的prong 之後選擇door e3 然後我上一張圖是正方形的 你看它剛才我run的時候 它都已經在出給我了 最後最後 我需要拼合所有東西做一張圖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要拼合月份和日子做一句東西 就是7月8號 所以我就會用剛才combined text的一個步驟 之後我會將它 output到一個canvas 跟大家看一下canvas 首先我就把date的標題放在這裡 之後這裡就是有一張圖 這裡的圖我指出 source 指出這張圖 之後下面就把我第一段lm的字放在這裡 那就完成了 這裡我剛才run的時候都看到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製成品 去到這個步驟 我們可以download這張圖 然後再post到大家喜歡的社交平台 我就強烈建議大家加回背景音樂下去 因為有音樂的post 質素會高一點 再高級一點 可以做automation 不過因為這個flow 就加不到背景音樂 所以我就不太建議直接這樣用 市面上有很多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的工具 但由於這條片 我只想集中介紹Glyph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總之 Glyph是由API可以call的 要做automation整個流程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除了今天天氣之外 還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我隨手想到的還有 每日新聞 每日勵志名言等等 如果是勵志名言 看完我剛才的示範 應該已經可以做得到的了 至於每日新聞這一種類型 會有一點點技巧 需要大家知道了 我在這裡就教大家 假設我們要做個每日新聞的post 首先當然要有新聞的來源 其中一個來源可以是newsdata.io 條件是你的資料來源要有API可以call 以及它的格式是json json是一個現在接近最流行的data格式 它可以表達物件和物件的關聯性 例如是這個API response 你可以解讀到它的status是success Total result有7個 而result的內容 就是這個方括號入面的7個物件 而每個物件代表一條新聞 分別有id、title、description、image等等 你都可以整個丟給GPT 去幫你做歸納 那就可以不用理會什麼json不json 但如果你想做到這樣的效果 你就要懂得讀json的內容 首先我需要抓回新聞 就是這條API 之後也是跟剛才差不多的set 但是 我們先看看json 由於它是會回回一些我們不需要用到的東西 例如是status 或者是total 所以我只需要拿result裏的部分就可以了 於是我這裡的json path 我就直接拿result 大家可以看看 你看到它會直接拿result裏的部分 由於我想的效果是這樣的 這裏第一張圖 顯示不了 但我們不要理會它 這是不關這個flow的事 我就是想顯示三條今天最最高的新聞 而顯示的內容就是有它的底線 有個字幕 還有一個description 所以我們就需要拆json 先回到json的內容 先回到json的內容 每一個object中 我們會想顯示它的題目 我們要記住這幾個key words 有題目 有description 以及取得它的image url 我們先回到glyph 首先我們要拆json 我首先要拿回上面剛才的API的這個結果 放入這個note 之後就要拆除它的資料 首先我先拿出所有題目 我要給它一個名字 我有0,1,2 這裏拿的方法 由於它是一個multiple的array 有很多個 所以我會先拿0的題目 1的題目 如此類推 最後就是落到canvas 就把剛才的所有的data組裝在一起 這樣就做到這個效果 不過要注意 由於newsdata.io的API 是需要API key去call的 而glyph原先的設計是想讓大家開心分享 所以它沒有機制去hide你的API key 所以要不就找個不用API key的新聞網 要不就不要publish你的glyph 好啦,今天就是這裏 記得按個like給我 今天介紹的glyph合不合你使用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未subscribe的現在就馬上subscribe啦 另外如果你未看我其他AI教學 現在就click這裏 看看吧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掰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